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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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巴贝克是啤酒之城 真是当之无愧 至于在哪里可以喝到有特色的本地啤酒呢? 地头从教路一定要去传统啤酒馆 位于旧城区中心的这家老牌啤酒馆 就是其中一个选择 无论你好不好喝 在这里都很值得去见识一下 啤酒馆本身是一栋历史建筑物 古老的木横梁 是接近三个世纪的历史见证 听酒馆的老板说 在未有防虫漆的年代 以前的人为了令木质更加坚固耐用 会在木上涂上一阵公牛的鲜血 防止虫住 时间越久 木的颜色就越变越深 慢慢就变成大家所见的这个样子了 这间经营了六代的老牌啤酒馆 招牌啤酒就是有烟熏味道的烟熏啤酒 在班贝克只似一家 非常有代表性的 德国人喝啤酒 除了喝味道 还会喝感情 酒馆的老顾客 甚至会将自己的私家杯 寄存在酒馆里面 老一辈的德国人 每朝九点半 就会准时来到酒馆 炭化杯早啤 他们热爱啤酒的程度 和广东人喜欢去茶楼喝早茶 不单止有得比 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班贝克一些传统 有自己养製啤酒的酒吧 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很有趣的传统 就是当他们厨房不运作的时候 你可以自愧食物 不过当然不是什么食物都可以 一定要是传统食物 例如是香肠、面包 你记得 一杯啤酒喝就可以了 德国本地的啤酒是用水、蜜牙、 啤酒花、酵母、养制而成 虽然原材料只有四样 但是啤酒的颜色、口味、品种 就可以各式各样了 关键就是如何去处理蜜牙 蜜牙是由大蜜的菊粒培植出来的 在培植过程中 菊粒会经过烘烤或烟熏等各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蜜牙就会变成不同程度的金黄色 甚至变成黑壳色 不同颜色的蜜牙 所酿成的啤酒颜色 风味都不一样 在这间啤酒釀造文化博物馆里面 有各式各样和啤酒有关的展品 由釀製啤酒的原材料、设备、技术讲解 甚至不同年代的酒杯和杯箭都有 可以说是包罗万有 今时今日即使是传统啤酒釀造厂 都会引进现代化的生产设备 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 生产标准化、效率更高 总是一件好事 在斑贝黑 啤酒是无处不在的 连在纪念品店 你都可以买到形形色色的啤酒泥包 各式各样的杯 甚至啤酒瓶蓋染 都是不少收藏家的收藏对象 而至于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些这么漂亮的啤酒杯 德国人喝啤酒很多时都会用这种下阔 上窄有杯葛的杯 除了它颜色多、花款漂亮之外 还有很实际的原因 你知道了,倒啤酒的时候很多泡 如果杯口窄就可以防止泡溶出来 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杯口窄可以令啤酒没有那么快氧化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没有味 热爱啤酒不一定要一杯杯落肚 在斑贝黑这里 你还可以找到造成啤酒杯 或者啤酒瓶的朱古力 而在这么多种朱古力里面 还有一种是用smoke beer做的 酒心朱古力 是用斑贝黑特产的烟熏啤酒做的 朱古力师强调 是用真的烟熏啤酒造成酒心 绝无花架的 还以人手组一注入朱古力里面 心机真的不少了 不知道味道是怎样的 好 这只呃 比起来很软 Numino 刚刚一切 ост的 不知道由何時開始 我以為外國人買菜只會去超市 就不會去街市 想不到班貝克這裡 就有個這麼大的露天市集 在島城區的深藏地帶 在很多德國小鎮 多數都會有市集 不過市集不一定天天都有 有些地方一個星期 只有一至兩次而已 但在班貝克這裡 本地人視為大眾廚房的green market 就一星期開足六天那麼多 我就特地選了人最多 貨最齊 星期六下午來趁熱鬧 這兩種芹菜 一種我是比較熟悉的 就是這種 就是平日我們用來做沙律 比較硬身一點的這種芹菜 這種我真的很少見 由葉到棍到根一起賣的芹菜 還要是軟軟的 很有趣的這種芹菜 原來他們是不吃上面這個部分的 主要就是吃根部這裡 可以用來煮湯或者磨食用的 這條看起來怎麼看都像紫心番薯 整條番薯有些紫色的東西插出來 但原來這條是一條薯仔 但它跟薯仔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是價錢 這裡薯仔賣一個多至兩元一公斤 但這種薯仔要賣三元一公斤 那究竟裡面是怎樣的顏色 原來跟薯仔也是一樣的 這種顏色這麼有趣的菜 就叫做大黃 在香港 只是一些外國人光顧的超級市場 才能買得到 想不到在班貝克這裡 其實普通的市集都能買得到 這種菜看起來就像芹菜 但千萬不要當普通芹菜這樣吃 因為它的味道是酸的 在德國南部和瑞士一帶的人 就會用它來做甜品 見識過德國特產的蔬菜水果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 就是德國人幾乎每天要吃 甚至每餐都要吃的美食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這個麵包真的比我的頭大 這些就是德國人從小吃到大的 傳統麵包 全部都份量十足,很重症 德國的黑麵包已紮實 有口感見稱 由於傳統黑麵包是用天然方法發酵 沒有加到膨脹劑或其他人工化學原料 密度會明顯比鬆軟的白麵包高很多 所以非常紮實 一個直徑20公分的麵包 就有成一公斤那麼重 而顏色方面 由於黑麵包多數是用麥粉去做的 所以顏色會偏黑一點 加入各類的堅果和穀物 就成為了不同口味的黑麵包 就好像這個 由內至外都鋪滿了葵花籽 吃起來非常有皺頭 除了果仁之外 德國人也會用乾番茄去做麵包 這種口味好得本地人的歡心 是本地人最愛的早餐之一 請問 星期日做些什麼好呢? 去逛街買東西, 店舖又不開 去吃一頓好東西? 我剛剛吃完早餐, 還沒肚餓 這裡的人究竟是怎樣過星期日呢? 我就問過人了 原來他們通常都留在家裡 享受家庭樂 或者一家人去教堂 不過我們就幸運 現在遇到一年兩次的危虛 現在馬上去趁熱鬧 德國人喜歡蠔飲 但不代表喜歡醉酒 這個突扁的酒瓶 就代表他們對於喝醉酒有多不滿 所以說不懂得喝酒 千萬別喝那麼多 否則就很討人憎 大家猜猜這塊木頭究竟是什麼 我給五秒鐘時間, 你猜猜 五、四、三、二、一 開猜 原來是一個樂器 如果我沒有認錯的話 這部應該就是仿沙機 不過至於怎樣操作 我真的沒試過 如果他肯讓我試一下就好了 人家很均勻和順暢 終於生平第一次發現 我手腳不協調的現象出現了 這些剪影很漂亮 我也想讓他剪一下 我可以拿自己的照片嗎 這裡 我故意一點點嘟嘴 我上去剪一個 看看他會不會剪一個嘟嘴 差不多了 謝謝 很好 非常順利 我覺得 Win賀 很壯 很難盡 感谢观看